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Trey 困扰了华人多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最近温哥华知名地产经济发了一个朋友圈 马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他只花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几百人民币 就成功用加拿大驾照换领了中国驾照 可以在中国合法开车了 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原来中国已经认可了加拿大驾照 不论是加拿大籍还是中国籍 困扰大家已久的回国开车问题终于解决了 关于驾照的事情还有很多 加拿大驾照在美国怎么用 中国驾照在加拿大怎么用 在这里为大家整理了加拿大和中国驾照 在使用和换领的各种问题供您参考 加拿大驾照换发中国驾照的主要流程有以下几点 一、正式翻译公司、翻译外籍驾驶证、护照首页 二、各大医院驾驶员体检 三、外籍人员需到当地分局或派出所 开具住址证明或登记住址被查卡 持有境外驾驶证的外国人 有居留许可的应向居留许可证签发地车管所申请更换驾驶证 没有居留许可但持有有效签证的应向出具住宿登记证明的公安机关所在地车管所申请更换驾驶证 四、车管所录指纹、照相 五、需复印的资料、护照外皮、居留许可入境章 六、本人携带护照、驾驶证、住址证明、照片、提检表及翻译件 到室所车务大厅驾驶员窗口取号办理 七、签证90天以上或居留许可目的地是本市90天以上 八、参加科目一考试 也就是交通规则考试 考完科目一后回到车管所大厅 当天就可以取得换领的中国驾照 以上就是外籍人士持外国驾照 如何换取中国驾照的具体方法 对于加拿大永久居民PR卡的人士 持外国驾照换取中国驾照 除了不需要开住址证明或登记寄宿被查卡 不需要翻译护照以外 需要准备的材料及流程与外籍人士相同 加拿大华人开车去的最多的国家要输美国了 美国承认加拿大家驾照不存在焕发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项要特别注意 在美国开车不仅要带驾照 还要携带个人的证件 如果是加拿大国籍需要携带加拿大家驾照和护照原件 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需要携带加拿大家驾照和封页卡的原件 学生或工作的人需要携带加拿大家驾照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原件 这些证件必须随身携带 如果放在酒店可能会遇上麻烦 这是由于一旦被美国警察截停 美国警察可能要确认驾驶者在加拿大的合法身份 仅凭驾照无法充分证明身份 解决了加拿大家驾照的问题 再来看看中国驾照在海外的种种问题 例如BC省 ICBC明确规定 BC省的访客和游客等非居民可以持有效的他国驾照 在本省驾车6个月 轻到BC省的居民可以持另一国发放的有效驾照开车 持中国驾照者必须同时携带一份有效的翻译文件 留学生除了必须持有上述文件之外 还需要有受认可的学校的学生证 则可以在全职上学期间一直在BC省使用中国驾照 此外 在加拿大其他地方 对使用中国驾照的规定不一 但需要强调的是 需要同时携带中国驾照和翻译公正件 千万不要忘记翻译 或在开车时只携带其中一个证件 总结了这么多驾照的使用方法和问题 都是希望大家在出门时 不会遇到各种糟心又棘手的问题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 在出行开车之前 一定要查清楚当地的法律法规安全驾驶 7月22日晚上10点左右 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希腊城社区 发生了密集枪击案 造成了两人死亡14人受伤 其中一名是儿童枪手已身亡 据本地英文媒体报道 这起枪案发生于东约克区一带的一家餐馆外 目击者说 尽管当时是晚上10点 但是街上还是人来人往 大概有上百人 忽然间一连串沉闷的枪声响起 大概有十几枪 接着就看到有人重弹倒地 身上流血 一时间尖叫声四起 人们四处奔逃 受伤的人则倒在地上 身迎求救 另一位目击者则说 他听到了25声左右的枪响 然后看到了许多人倒在地上 不知是重弹受伤 还是就地握倒躲避子弹 警方迅速赶到封锁了现场 急救人员则将伤员救起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安省省长福特谴责群体枪击事件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 在枪击案发生之后 曾经一度以多伦多警察总监赶到现场 多伦多市民对群体枪击案深感震惊 有人说多伦多与美国城市一样 不在安全 安省特别调查组SIU 在周一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枪案发生在周日晚间10点左右 一名穿着黑衣的男子 突然拔枪朝街上的人群开枪扫射 警方闻讯赶到现场 枪手转入了Borden Street之后 在那里与警员交火护射 其中一名警员开枪将其击中 枪手负伤逃跑 但跑到Dunforce Avenue之后倒地身亡 SIU表示 这名枪手29岁 目前尚不清楚其身份 也不清楚他是死于警员的枪下 还是自己开枪自杀 有目击者说 枪手至少开了十几枪 也有人说 曾经听到了20多声枪响 由于是在周末 当时街上人有很多人 枪响过后 看到有人中弹倒地 也有不少路人一边尖叫 一边四散奔逃 多伦多警方证实 共有14人中枪受伤 一名年轻的女子当场身亡 另一位受害者送到医院之后丧生 还有一名9岁的女童重伤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但警方说 目前不清楚枪手的作案动机 多伦多警察总长桑德斯表示 警方正在对枪案 及枪手的作案动机展开调查 不会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枪案发生之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安省省长福特均通过推特发帖 抨击枪手的群体谋杀暴行 赞扬多伦多市民的勇敢与团结 希望多伦多市民挺住 渡过难关 有市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希腊城是一个非常多元化 特别友好 特别有人气的地方 一天到晚都有人沿街购物 吃饭 坐在街头闲聊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群体枪击事件 死伤这么多人的悲剧 7月15日 据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通告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动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 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规行为 7月19日又被爆出 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春长生生产的一批 百百破疫苗质量不合规 罚款金额约344万元 狂犬病疫苗受众尚且比较小 但如果并发是100%无药可救 史上最严峻的疫苗危机正式登场 中国有25万名儿童正面临着 疫苗失效的可能 那么在加拿大 这里对疫苗是如何严格管控的 在加拿大通过家庭医生带为查询 你可以了解到有关疫苗的相关信息 包括名称 生产厂家 保质期等等 加拿大有个全国联网医疗数据库 通过这个数据库 任何一个加拿大人 不论在何时 何地 接种何种疫苗 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 同样的 一旦疫苗质量出现问题 可以一知不落地召回 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 全国推行医疗保险制度 但具体规范则由各省分别制定 值得一提的是 加拿大普通患者 无权查阅医疗数据库 也无权知道疫苗的生产厂家 批次等 但可以要求家庭医生带为查询 通过家庭医生 你可以了解到有关疫苗的相关信息 2003年 加拿大也曾陷入非典危机之中 当时就有专家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 包括一个疫苗电子注册系统 于是 2004年3月 联邦政府指定由政府出资 建立了加拿大医疗资讯网 开发了一套全国性的疾病监测系统 这就是全国联网医疗数据库 全国联网医疗数据库会详细地记录住院病人 诊所病人和购买处方药病人的信息 由于每个加拿大人都有独一无二的医疗卡号 因此任何一项医疗记录都可以清晰地找到时间 地点和责任人 无法图改粉饰 一个加拿大人不论在何时 何地接种何种疫苗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 加拿大对于疫苗的监控极为严格 监管者众多 每批疫苗上市前 生产厂家都需要向多个监管机构 提交证明疫苗的信息和数据 通过审核后 生产厂家才有可能获得加拿大卫生部 生物制品和基因疗法局的授权 生产厂家获得授权还不够 每生产一批疫苗 都必须提交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测试 取得卫生部批准后 才能在加拿大市场销售 由于每位国民从出生就有唯一的医疗号码 所有的医疗数据都储存在国家数据库中 如出现任何问题 也让调查变得非常的容易 相比之下 中国家长担心的是疫苗本身的质量 监管和安全性 而西方家长更多的担心是 接种疫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加拿大环境部7月23日星期 向大温哥华及卑诗首南岸地区 发出特别天气声明 天气将非常的炎热 区内沿岸地方 本星期气温将达到20到30度左右 陆地地方更将达到30度以上 周末期间气温将更高 与过往7月份的平均气温比较 高出了5到10度 但不会打破历史记录 最近有来自政府内部官员的消息称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 已经同意接受一批 特殊的叙利亚难民 人数约为250人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些难民被称为白亏志愿者 预计加拿大政府官员 将立即开始 与联合国官员合作 帮助处理这些家庭申请 来自加拿大的手续 他们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 到达加拿大 白头盔全名为叙利亚民房组织 成立于2013年初 主要活动在叙利亚反对派 占领的阿勒坡省 因为成员在救援活动中 常常戴着一顶白色的头盔 该组织又被称为白头盔 根据其官网的介绍 白头盔组织 大约有3000名志愿者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 当袭击发生后 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挽救更多的生命 并尽量减少对人和财产的损害 白头盔组织负责人 雷德·萨利赫宣称 该组织成员是叙利亚 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 他们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工作 已经从袭击中解救了 99,220人 白头盔在国际上被人熟知 与极其著名的救援行动有关 其中包括 营救叙利亚南海奥姆兰 根据白头盔的官网介绍 该组织最初的成员都是普通人 比如当地的裁缝 铁匠 医生等 然而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 该组织许多成员 与恐怖组织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拉斯兰被发现 与叙利亚努尔丁金基旅 反对派武装有密切的交往 后者曾于2016年 斩首一位11岁的儿童 不只是拉斯兰 诸多白头盔成员的真实身份 令人不安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叙利亚消息人士表示 白头盔的人员构成极其的复杂 可以说 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 媒体 披着伪装的民间组织等 共同编织了一张 为西方国家外交意志 和口号服务的大网 白头盔就是这张大网的产物之一 自从北约领导人 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以来 关于如何救出 这些志愿者的国际谈判 已经在进行 而加拿大是将接受 这数百名志愿者 紧急救援人员的 三个西方国家之一 英国和德国也已表示 要接受这些难民 消息来源称 预计其他国家 也将加入这项努力 接受相关的难民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